这样的一个这个腹部的肌肉 背部的肌肉 甚至于背部胸部的肌肉 甚至于骨盆的肌肉 这个合起来叫做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 能够捍卫着我们这个龙骨 脊椎骨 能够让它退化的情形降低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护我们的这个骨头 绝对不是靠那些保健食品 而是靠有些运动 比如说最重要一个运动 大家一定牢记在心 这是就叫做简单叫做跪撑运动 一边是跪着 撑着 然后两边的手 一边的手跟对侧的脚抬起来 这样子 撑个差不多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休息一下 再换对侧 右手跟左脚 这样伸直的日行 简单记起来叫做超人操 就很像超人一样那样子 但是你不一定要穿着那个超人的衣服 一样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超人操 来可以达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附近的这鸡群 还有这底下的这个肚子的鸡群 也都整体能够做 把它做运动的动作的时候 它自然我们的骨头 脊椎骨就会比较有所依靠 很多的病人光做这个动作 我们的骨科医师 他这个苦口婆心 告诉病人说 要做怎么做这个运动 告诉他以后 他回去练功 回来以后 腰酸背痛就没有了 连吃药都不用更黄论开刀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超人操 贵称运动 那另外也有要把它拉开的 我们刚刚是加强肌肉的一个动作 这是拉开的 好像拉筋的这个动作 就是翘着那个脚 但是我们的身体 往前往底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就会把背部的这些肌肉 给它拉开 这个拉开的过程中 不要让它固定收缩在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很容易受伤 也不容易伸展的意思 然后做一做以后 就站起来稍微让它缓解一样的 这样一个动作以后 再换另外一只脚 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这是拉开的动作 那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往前 有时候就要把鞋带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这依然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背部这些肌肉群 有一些机会去松解松开的意思 所以不是说等到鞋带松了 我们才去绑鞋带 没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来整理我们的鞋带 那同时也让我们的背部 有一些伸展的空间 然后也可以借着两只手 往上这样子靠近耳边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过程中 这样的一样背部肌肉 然后再往一边勤 这个侧过去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背部的这些肌肉 它会得到拉扯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也会让它的 本身的一个柔软度灵活度来增加 当然都记得在做一些动作完以后 都要做稍微有一些舒缓 缓解的一个动作 避免说你做完一边 马上就做另外一边的时候 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因为我们身体是对秤的 所以做完一边缓解舒缓 一阵子几次以后 再做另外一边的动作 那这样重复做着三五次的时候 对我们这个经路绝对有一些帮忙 这个一样可以透过脚 放在另外一个椅子上面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身体再往前倾的这个过程中 一样会把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 给它手在这样放的过程中 这些肌肉都会做一些协调的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可以加强力道的一个方式 就是做仰卧起坐 这个仰卧起坐脚可以弯着 然后身体往上 然后填力为几秒钟 这样的话腹肌会运动到 所以这样也是让腹肌增强 让整个一个核心肌群 它能够发挥稳定中央的那样的一个力量